身穿蓝色上衣的就是云林县议会议长沈宗龙 可以看到重开积压亭后他走出法庭休息 不仅踏步走高举双手是在做伸展运动 议长因为涉入收贿案遭到深压 10号凌晨云林地院原本裁定200万元交保 当时众人还在门外迎接向他祝贺 不过云检不服提出抗告 台南高分院发回云林地院 昨天重新裁定认为此案属于重大案件 落叶开庭并传唤沈宗龙和包商中庆郎两人到庭 就在今天凌晨开庭结果出炉 裁定两人积压进检 检查官这边有提出相当多的试证 那也是基于侦查不公开就不能一一细说 但这些举证都已经让何一庭的法官 认为已经构成了积压的原因跟必要性 积压庭从昨天晚上9点半开到今天清晨5点半 长达了8小时的争辩 可以看到沈宗龙的妻子在法院外 等候了一夜得知结果后神情落寞 面对记者提问也没有回应就搭车离开 而沈宗龙和包商中庆郎两人除了遭到收押 同时也被禁止接见通信 阅览书报级观看电视 议长社会案外界持续管转